我的这个颜色已经跟这杯东西颜色一样了 你看我的脸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太滑了 完了 衣服上也这样了 这个人你们认识吧 张叔 我也是第一次见 一直是在网上我们在沟通 第一次见 我们到巴蒂亚了 他说要到青麦来找我 结果他放我鸽子 我追到巴蒂亚来了 夕阳夕下了 张叔说带着我们吃饭去 去吃巴蒂亚很好吃的牛排 我们要去吃牛排了 好 我们今天要换个酒店 所以把行李都带出来了 带出来 然后我们吃完饭就去换酒店 巴蒂亚 反正有张叔在 我们去哪里多方便 是吧 张叔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超牛的一个餐厅 这里都烤过的 停的正好 你看 正好压线 我们进去 我们进去 他说他不爱吃牛排的 但是这一家的牛排超爱吃的 怎么 哦 是要走 年年你小心 好嘞 进门 这餐厅舒服 中间这桌子也确实太大了吧 看看有个位置 里面也没座位吧 哦 这里是能看西洋的 拿这个时间来正好 真的是超好 非常好吃 这一面 张叔在给牛牛介绍说这个一面超级好吃 牛牛超喜欢西洋 对对对 对蘑菇一面对 这里蘑菇很贵的 这里蘑菇非常多 对啊 这种蘑菇很贵的 对 这种蘑菇很贵的 你也知道哪个蘑菇好哪个蘑菇不好的 嗯 还有说刚才那个鱿鱼也很好 那个鱿鱼我好像看着真的是很辛苦 那鱿鱼我看一眼我就喜欢这个鱿鱼 你看看这个对吧 这个鱿鱼肯定好吃的 肯定好吃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这个我要来一个 还有个三文鱼骨 我通常都是三文鱼骨 那是那个三文鱼骨你爱吃是吧 对 但是在哪里 所以这种需要当地混的人能够带我们来 我来了这么多次的半地 我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爽的一家菜 真的不知道 这家餐厅 我靠这家餐厅能把我弄得那么黑啊 这家餐厅真的还不错哎 下次我来 我要经常到这家餐厅里来 这个环境我也喜欢 就是这张桌子好像不太给力 就这样一大圈 我们就真的在开会一样 对 哇 牛肉的布丁 我这布丁这么大的 这么大一份 跟个脸一样吧 嘿嘿 我刚才看菜单 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饮料 叫 Japanese Espeson Soda 我都不知道是个小男友 日本的 Espeson 就是咖啡苏打 那要把这个加进去了 我看他的那个图上是这样的 很快起来 别人小喝一口 这边过一下 过一口的时候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们像你呀像你 香巴佬嘛 香巴佬就是这样 往里加进去就是 不管他那是 你这倒上去 我觉得就很好看嘛 对吧 看你怎么说嘛 熨染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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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呀 就就 哎呀就是这样 好来一口 好来一口试试 来一口试试 没有吃过 日本的 Espeson加苏打 还蛮好喝的 其实说句实话 我自己家里也可以那么去搞 对啦 就咖啡弄出来嘛 然后加上苏打 加上柠檬嘛 加上点糖嘛 哎呀这个这个餐厅不适合我 这个餐厅 它是地中海风格的 白的 蓝的 然后再弄起来衬得我更黑的时候 我的这个颜色 也就跟这杯东西颜色一样了 你看我的脸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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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滑了 完了 一个珍贵的镜头 错过了 刚才应该用远景来拍摄 我整个杯子滑落的过程 真的是要把我气死 OK thank you 完了 衣服上也这样了 唉 这些飞料都洗不洗了 会不会洗掉 那应该没问题吧 我这个应该能那个的吧 给你漂白的吧 咖啡应该是 咖啡应该是 呃 one more one more ok 再来一份 再来一份 这个一面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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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面 通心粉 然后我们这里也叫了一份 和张叔一起 我们因为还有牛排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叫了一份 两个人分一下 但是我杯子打翻了 我连个盘子都没了 我还等到盘子来 你那里有是吧 好嘞 谢谢 好 我们来了一份 泰式的牛排 张叔说 他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泰国也有泰式牛排 我们要小心一点了 我端这个盘子 要特别的小心 我记得我拍视频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人在下面写说 哎呦你不要看他们拍视频 只是拍视频的人蛮可怜的 都只有一只手吃东西 所以真的是不幸被他严重啊 我一只手 你的杯子也撒了 把盘子也掉了 真的很惨 所以我买的是一个这个Action 3 它是有支架的 我刚才我也没想法 你给支架支下来 这样的话呢 两个手都可以用了 是吧 我真的就是冲了他这句话 买了带支架的这个Action 3 但是还是习惯一个手拿的 这个不良习惯 一定要改一改 以后我们要放在桌上 你看我现在调整角度 说调整就调整 哎是这个对吧 OK 搞定 为什么要叫泰式的呢 因为它这个里面会配一个饭 泰国的这个糯米饭能搭万物 他们烤制也是吃糯米饭 烤牛排也是吃糯米饭 哦我的这个来了 我刚才不小心 掉落的这个来了 我可以给你们重新的演示一下 把这个加进去是吧 把这个加进去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量控制好的 我加进去它也不会满出来 刚刚好是吧 这个叫 Japanese Espenso Soda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嘞 谢谢 不是让你拿鸡饭后 不是都给我 不是都给我啊 原来是这样的 不是都给我啊 我以为都是给我的 我觉得往这里弄一点就好了 弄一点过来 弄一点过来 它就叫了 好 这样子在上面满一点 好了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啊 吃这种按粪弄的东西 其实真的很不方便 我们习惯就是 桌上有好几张东西是吧 这个哪一点那个哪一点都吃 你像老外就是面前这一份东西 直接说吃完就吃完了 所以我觉得在泰国啊 像找一张圆桌都很难 我们基本上都是看到的是长桌子 所以我们中国人吃中餐 桌上这么摊墙的地方 就很不方便了 要不就人坏位置 要不就盘子老是要换 那特别的麻烦 是吧 所以我家里有一张圆桌 我们如果吃中餐的话 有圆桌 还是很方便的